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因为一直在准备 你觉得剧中哪个片段或者阶段是最虐的摩托声的 最虐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戏里面最虐的不是生死离别 然后不是那些 我觉得最虐的 我自己认为最虐的反而是有一段特别平静的写 就是两个人生活 但是这就会剧透 这个人物跟我原来演的不太一样吗 哪不一样 从哪都不太一样 跟以往的角色相比 你觉得声歌的虐可以排在第几名 声歌的虐 哦 我原来角色都挺 都挺惨的 比虐我不知道你要说比惨的话 他应该也算挺挺惨的 谁敢比我惨哪 他比惨可以排在第几名 就惨的程度对吧 那我说完之后你会不会让我说第一是谁第二是谁第三是谁 我刚才已经完全知道我们的套路了对吧 对 那你可以先试着说一个吗 那排第一 为什么排第一呢 为什么排第一 因为他很惨啊 爱而不得呀 最后还死了 艾蕊西说这个剧里所有的男人都喜欢他 所以隆哥你在这个剧里一共有多少个机体 其实真正意义上就一个 那你觉得你是用什么优势战胜行李吧 我失败了 是你最终过的艾蕊西的人心 那就是他的身 我没有赞成他 在表演上 你觉得自己目前最需要学习或者最有上升空间的是哪个方面 最有上升空间的我觉得 我自己也在试探这个事情 我觉得增加角色的可能性 一般是用什么方式让自己最快的进入一个角色呢 其实我觉得最快进入一个角色 我就是排除自己的杂念 然后尽量跟自己所在的环境 跟自己的对手大家能融合在一起 那拍完之后又使用什么方向自己出戏呢 一般拍到最后的时候都快 都比较想赶紧从这个任务里面逃离出去 如果遇到跟自己性格反差特别大的角色 比如佳音中紧豆子 你是怎么抛开自己的性格包袱 去把这个角色摄影好 真的还挺难的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我那段时间 那角色真的跟我差距特别大 他的语速他的语言习惯 都跟我差距特别大 所以那段时间 我没办法做到说角色和生活完全分离开 所以在佳音那段时间的时候 我平时说话就也是 冯豆子 对 我们的家乡 在希望的田野上 然后那一段时间 就是在冯豆子那个状态里 因为得让自己相信 自己习惯了才能演 最开始的时候 你是怎么让自己进入到冯豆子的状态中 就是还是观察 那个角色我确实是观察了好多人 然后从每个人 我认为不靠谱的青年身上 去吸取了他们一些特点 那你平常是会有意识地去观察身边的人吗 下意识吧 我不会有意识 但是这已经是个习惯了 如果总是同类型的角色来找你 你怕不怕不定型 我因为首先自己没给自己定型 所以我觉得我就不怕别人给我定型 同类的角色 其实我演了很多 其实刚拿到剧本 我一看的时候 类型很相同 但是最后呈现的时候 我尽量 虽然人物很相同 我尽量用别的方式 去试着去诠释一下这个人 但是你自己接戏的时候 会不会下意识地去接戏不同类型的角色 以后会 既然现在你的粉丝 有一种矛盾的心情 那么一方面呢 希望你能够顺应自己的内心 沉淀下来做一个好演员 一方面呢 又希望你多参加一些活动和综艺 可以让他们多一些机会看到你 那对于粉丝的这种矛盾的心情 会不会也得到成贵 不会啊 我也会做一个拳子 因为 因为观众喜欢你嘛 对吧 然后也经常 你总是躲在电视机后面 大家也想 有时候也想见见你 我也想 有时候也想回馈给观众 可能偶尔参加一下活动啊什么的 那我们下一个环境呢 是快问 慢打 听歌不用着急 慢慢打就可以了 有起床戏吗 没有 最后能在家里宅多久 很久 最近一次网购买的是什么东西 说实话 我不太会网络 在什么情况之下会生气 我都是跟自己生闷气 因为白羊座的个性 还是在身体里的 就很多事情还容易急 但是急了之后 其实就是 别人什么都没看见 但自己已经演完了 所有的情绪 你觉得以下白羊座的特征中 你最符合和最不符合的 是哪下 这是选择点 A 热情 B 冲动 C 爱冒险 D 孩子记 都有 聊死了 是火锅并点的三个菜品是什么 牛肉 麻辣牛肉 鸭肠 毛肚 如果让你二选一 跳舞的戏和吻戏 你会选什么 吻戏这 跳舞我是肯定不会选的 跳舞我是肯定不会选的 哦 是吗 假如你竞技组的第一场戏就是我戏 那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会赶紧去找导演 作为中学时期的校草 一学期大概能收到多少个情书 谁说我是中学时期的校草 你在某一次采访中说过 我说我自己是校草 我说过这么这么的话吗 没有说过吗 网上有报道说你在高中是校草 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好像是 那所以是收到过多少封呢 收到个情书吗 那演员这个值点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挺好的 就这样吗 挺好的 嗯 一次啊 你要说的不是挺好的 那你没说没说明确 没说明确吗 我们今天设置了一个惩罚的小机制 如果你在采访过程中说到了还好之类的词汇 你就要接受我们的小惩罚 好吧 那你没说没说明确 我刚刚我想到这个了 嗯 所以你刚才是刻意走开了还好对吧 对啊 您不觉得您有点叛逆吗 对啊 对啊